叫什么金钱豹 我靠 绑的一笔我告诉你 那个金钱豹 我他妈的 我们第一次你妈的凑钱去吃金钱豹 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 你妈的然后盛亏一定要去 盛亏那个时候你妈也身上也没啥钱 我们妈的凑钱去吃金钱豹 你妈的饿了一天跑进去 盛亏第一个坐下去 你妈先整那碗蛋炒饭 我们所有人看着他 哎呀我靠就感觉带他好亏 不是不是是真的是金钱豹 我靠真的 就金钱豹 你妈的然后过去 你妈是会上去前整那碗蛋炒饭 他说你妈太饿了进去饿惨了 当年你妈东北我靠 在这地里面 已经穷的已经你妈的吃不上饭了 烟都没有 都是你妈靠我在那边接击 我靠 如果我不在他就饿死了好吗 我靠 圣葵 圣葵以前没钱的 圣葵是后面 后面到一几年之后才有点钱 一几年之后他才开始做家里面事 然后就做得越来越多了 然后家里面后来就钱稍微多一点 刚开始他回来的时候也没钱 你妈姐 那个时候很惨的 你妈打火机都买不起 每天照 屌丝好吗 那个时候就是 灶头点烟我靠 你妈 真的买不起打火机 你妈每天在那个灶头上面 妈把那个灶头火打开 你妈在哪里点烟 我就问你们 烟也抽不起 你妈经常问我这十块钱 你妈买烟我靠 有一个富二代 跟我们你们去吃鸡公宝 吃着开心的一滴我靠 就刚开始的时候 是他刚开始 他刚回国的时候 就帮家里面卖房子 那个时候 帮家里面卖房子 然后然后那个 灶头点烟 房子卖房子 别别的那些销售房子卖掉了 不都都有提成的吗 他也没提成的 他每个月就拿 好像拿四千块 还是五千块的工资 哪来钱吗 我靠 那个时候他卖的房子 家里面说反正自己家的 这个就不给你提成 然后你妈的 他也没提成 我靠 就妈拿个基础工资 惨的一笔 你妈的买烟也买不起 到月底了 就经常借我十块钱买包烟 然后你妈在那灶头上点 你妈的 点了你妈就在那 跟我一起提实况 我靠 然后点个外卖 你妈的 你要知道以前 以前我 其实我们其实最 就一般如果不出预期的话 对吧 其实如果说自己房子能够做饭的话 就基本上买 买个什么速冻水饺回来 妈个基 好吃一逼那个速冻水饺 对对对对对 这盘看会不会飘大河吧 我觉得俊姆好像是打街话 打了非常多次 对对但打杨木查的话 杨木查其实今天好像比赛还是 感谢心机爱好者 007的 ile 火箭感谢兄弟啊 杨木查这个TSL打的还还挺 不错的 干了他他他二比零干了这个 inclusive 杨建宏二比零干了 砕甲 你这也没想到 他好像2比0干的台子 跳飞龙吗他要 我看看他流程啊 跳飞龙 免不下跳飞龙 最近我也在用这个流程 挺厉害的 这就Cero的流程 Cero一直在这么打 跳飞龙啊 一升二本就补第二个气 这个然后四分钟放毒暴虫潮 很标准 二本一升你就要放二个气 要不然的话你没有足够的气 放那个第一时间放龙塔 而且我告诉你 他的毒暴虫潮跟我是一样的理解 就很快那种 不是跟你一样的理解 他就快五秒钟 很快这个毒暴虫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早放吗 因为没钱 这个打法卡得很紧经济 你放了你经济就很差 我宁愿我宁愿卡 就我宁愿把经济差 我也要把毒暴虫潮 那你放了就 那你放了你就没那个了 你放 如果你放了的话 你到时候第一时间 你出不了 你出不了八条飞龙 我这个战术第一时间 的确出不了八条飞龙 只有大概六条左右 只有七条 哎 你信我 卡得卡得不紧 就没了 这个狗不管 哪我跟你说 这在打毛啊 这个 这波被穿进去太伤了 细节 细节有点差 说实际 说他他是怎么赢台价的 就跳飞龙 很正常的 跳飞龙这个战术 我说实话 现在是有点伤吧 跳飞龙这个战术 如果一旦让他跳出来 成功牵制住你节奏 中期兵多的一笔 八分钟 我良心说 你这波火车穿件 你只杀了七个龙 还在上 火车这波是 你要说赚的话 也不太赚的 我打跳飞龙是赚的 那打跳飞龙是赚的 你跳飞龙没有足够多的卵的呀 也进不去 这个局面已经输了 他什么 他的这个独包速度那么快 他一波了 他龙塔可能退了 他龙塔退了 估计 他觉得自己 劣势太大了 没有退啊 没有退啊 那他按飞龙搞毛啊 这个是直接狗独包一波结束了呀 你买的打定就打被人退了呀 他这个独包冲的速度也太快 那这个独包速度有啥意思嘛 莫名其妙了 这波飞龙按的 哦 这个独包速度 没有意义的 这个独包速度那么快 我还以为他退了 你知道吗 你不你现在 你不按独包速度 你先对吧 你先比如说 你先把飞龙多按两条出来 这也是个说法呀 现在 嗯 这一个月只有4,675 皇帝是不是 哎呀 这皇帝也不一定 就就一个月就很多钱的呀 哼 不很正常吗 哎呦 接不进去呀 皇帝少打了两个 皇帝是老富二代 不一定的 皇帝号有些 急急了啊 有些皇帝 有些皇帝号 可能是那种 比如说工会呀 那些的 对 对吧 他可能在工会工作里面 什么的也有可能 那很正常的 会计皇帝 没有没有没有 工作人员 就皇帝号 其实工作人员还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呀 有些 有些是工作人员的 会计皇帝 那个会计太屌了 我说 那会计绝对是个人才 他能做这件事情 我都蛮佩服他的 他已经把 关键是 那个人 别逼是把 把这件事情 已经当真了 你知道吗 演进去的呢 对 已经演进去了 自己都觉得 我他妈 我就是 我就是这种人 别逼这样的 我告诉你 黄哥 就我告诉你 开始肯定就是想的是 你妈的 先用一用 然后有钱的 就把这个窟窿填上 对啊 然后窟窿就越来越大了 然后就填不上了 填不上了 你妈就破罐子破摔了 你妈就今朝有酒 今朝醉 妈肯定这样想的呀 这些人都是 那倒是 刚开始绝对是想过 是就是今天 比如说 他想花这个钱 但是手里面又没有 然后就想到 先把这个钱拿去花了 然后 然后过两天 比如说发工资了 或者怎么 他把这个东西填上 毛 他你怕得靠发工资 可能把这个东西填上 他刚开始可能没 花多少 可能就花了个几千块 你知道吗 然后花上去了 可能就比较爽 然后就妈第二天又去花 第三天又去花 然后窟窿越来越大 就发现填不上了 填不上了 你妈的就 然后就破罐子破摔了 肯定就是想法的呀 知道是这样的 对吧 然后你妈的也 有时候他想想 妈的也体验一把 我靠 这样你妈 这样你妈 然后就没了 好了我们来看第二场 看杨木塔能不能 我是SC货位公司的皇帝 毛你妈的 你不要乱讲 我们 我们那个公司 我们是小公司 不要乱讲好不好 我们都不自冲的 从来不自冲 我们是小公司好不好 看这把杨木塔能不能 掰一把 黄哥 黄哥是老会计 话说我老婆也是个会计 哎不说了 冲一点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用你不用说 你可以你可以拿你亲戚号 对不对 他的号也不是皇帝 自己先冲一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场这种跳飞龙战 这场其实也可以跳飞龙战 这个图完全可以跳 但是还要还是要看细节 飞龙喜欢在你这个 就你飞龙没出来之前 先露一波火车 那到时候你 多抱点狗 对 这个你没有 你没有十条狗防火车的能力 你就抱到二十条狗 不就好了吗 亏点 他怎么防得住吗 他六个火车带一个死神来 你十条狗怎么防得住 操作好的放得住的 像索拉这些人都防得住的 我先跟你说 对啊那索拉呀 那亚木查 亚木查防不住 你就造十六条狗 你妈就防住了 多造点狗 这吧不亏的这东西 只要他肯进来 你这个狗就造的有意义 对啊 如果再十六条狗都防不住 那就说明是你的站位问题了 紫恩先过来搞一搞 哎呦这都杀了个农民啊 这你妈工作人员的皇帝哪有超 这你妈那你发个超伙看看呗 十六条狗都是你 看这边能不能穿点东西了 这一盘雅木茶没有跳飞龙了 就正常老实 老老实实打 雅木茶这一盘是学的Duck的开局啊 就在狗输不好 狗输有点慢不过 大概四分钟左右好吧 他会抱一拨狗直接穿 他都花着你的钱 先问问我大哥 你发你发 孙哥不会怪你的 你发把孙哥钱发光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拱火了 不要拱火了 我靠 我靠 孙哥的钱都花光 这一盘应该没有太多机会 我觉得雅木茶这个狗 已经抱的足够多了 估计有十几条狗 对我们这边直接飘大河 这个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敢穿 敢穿 他故意露他进去穿的吧 他要吃这个 吃一个火车 能包住 有机会要全吃 哎有机会有机会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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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转呢 只要狗把火车换的都是转 对 能不能输啊 就大家换的差不多嘛 但不管怎样都转 因为你吃完之后 你就可以蒙捕农民的 对而且你军探也不会受限制的 所以这个局面对于雅木茶来说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现在对于Gym来说 他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搞 就等大河了 大河 雅木茶应该 我觉得他这个二本的时间 应该是能够用女王守住的 哎呦 这位置被点惨了 这一走就六个农民了 这盘走接话 七个 关键大河的血量没减 保持的太好了 这部血量 前期占了点便宜都吐出来了 他这种晃一下就死一步 晃一下就死 我觉得两个才没的 这被大河飘成这样 基本上就可以退了 真的没了 这个没法打了 第二个大河都要来了 火车再不安逸一步 如果你是大河 那这个局面还能打 首先大河就不会被飘成这样 那老实 他怎么赢 太假的 太假的 我就想不通了 可能就跳飞龙跳死的 这种 哎 这种 又杀了九个农民 好了再穿过 这差距好大 这个差距 差距一千分吧 是差距挺大的 杨曼塔就五千七左右 又十六个农民 哎呀 这简直 他下午肯定用战术赢了 这是肯定的 对 有可能 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怎么 怎么拿下这个 下一场可能会播 我说索拉对 索拉对吕布的比赛 大家看吧 不急的 嗯 嗯 应该的已经2比0 赢了那个 Dinamate 已经八成 这个也太惨了 被这个大河这么开 这个界话已经无解了 开成这样重组 基本上就可以不用打了 因为后面就是被人 无限滚血球 大河其实你开始 你第一时间飞过去 对吧 重组此刻五六个农民 都是可以接受的 关键你要控制大河血量 但你不能都一直被这样搞呀 对 你要控制大河血量 你看他 他这大河这样飘着 杨曼塔几乎军台 没有扑的扑出来过 你觉得他光是大河都能 都能打了 啊 你来了 大河来了 走 他既然在爆大河 为什么不生 生一个大河炮嘛 怎么 真的没打死 他是要等四个大河的时候 再有大河炮 他绝逼是我告诉你 绝逼忘了这件事情 因为烧得太顺了 哎呀 标标车就死了 这波 三个大河标一面 标车标一面 标一下 然后司机离开 重组就等于 就等死了 在现在已经等死了 对啊 就等死的局面了 现在才生大河炮 大河炮忘了 本来这个便宜能占得更多 大河开一面 然后标车标一面 问题是 待会他大河可以直接飞 飞到那个股框的 这边这个标车也很难说 我怎么感觉 他在乱飞 都不操作了 这怎么弄 上面被大河被打了 应该是吧 我靠他 你妈的也不用躲了 这你妈都赢了 我靠 他都没躲 就直接A在脸上 军坦先给你压一波 好 好屈辱啊 在飞影波火车 进来烧浓灭 蓝火他也没升 就感觉在随便打得很松了 已经 阵仗警官应该牺牲个蓝火 对啊 现在升了 这种没有用的呀 这种他们马上车来了 你就吐一下 别人走就好了 车来了 你敢锁不了 你这 这锁着很痛的 这个打着 哎呀 这这已经没了 这已经没了 把这锁着太痛了 这你妈这被锁的妈妈 都不认识自己了 这不我连大河也没抓到 乱了已经乱了 这锁目标起来了 阿姆他现在标开什么人口好像差不多的样子 这个一碰就一碰就到了 对 非常非常大只烈士 啊 发现锁目现在在玩了 根本就没有转型 就纯到的 车在那里玩了 他其实如果说转型大河的话 然不然他 啊 严实严实 转几个坦克往前一推就死了 统化完成也没用啊 统化完成也没用啊 统化完成 这是A了 那么多导弹车 这妈家里面还被烧了一波 我靠 这烧的 退了退了 杨木塔退了 大河都不用了 不用建大河了 这A了 平A 这一波导弹车简直 他们要人命 我靠 好惨 我靠 手都没缓啊 火都不躲了 哈 哈哈 这他妈是 乱A了已经的 哼 你是吗